那就是388問港交所 460元有貨的 他說短期有沒有機會反彈呢? 還是需要止蝕呢? 其實你見到港交所的走勢 跟市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市跌又會跌 市升又會升 我相信這個trend 未來來說都是會保持著 所以你問港交所有沒有機會反彈 跟人家問行指有沒有機會彈的樣子 有的 但是不會寄很大期望 但是不會彈得多 所以你拿著港交所 第一方面想想自己是短炒 還是中線部署 就是你在這些位置做中線部署 港股 不是不行的 大幅報告有些不是看得太負面 但是市場分歧很大的 有些覺得未來橫行 世界各居多 有些又覺得股值便宜 有機會最落口 有大幅報告中看了三萬點樓上的 下年 但是它未必對的 所以同樣地你這些位置拿港交所 中線部署會有一定直播率在 但是不會特別吸引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做中線部署的話 你又不可以無視市場的風險因素 用四百三十元做止虧 最多也不用輸多於一星 OK的 四百六十多元買 但是你短炒的話 我想炒不到就多到這邊了 就是扣上手續費 股票印巴稅等等 不會有太多利用給你 所以看心態 你說求安全的 中線部署的 港交所做到給你的 和買20000沒有太大分別 但是你說 甚至比買20000好 但是你說做一些短線部署的話 上兩萬四千元才有條件好一點 所以同樣地港交所 起碼要上四百五十元樓上 那個圖才叫做漂亮一點點 所以這一刻就是局售 好 進去局首